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心追求逍遥自在 不肯做官 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茅山隐居 不肯做官却被人称作山中宰相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桃红锦一生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桃红锦是南朝奇梁时著名的道士 自通明 自好华阳隐居 桃红锦出生于江东的名门望族 从小就很聪明 也很勤奋 四五岁时他经常用炉尾作笔 在灰纱上学习字 桃红锦十岁的时候 得到了葛洪写的一本书 叫《神仙传》 从此他不分白天黑夜 苦心研读《神仙传》 深受这本书的影响 长大以后 桃红锦长得朗目轻微 风神秀义 让人一看就知道 他是个少年蔡俊 桃红锦曾在宫中 做过王室子孙的陪读 深受统治者的看重 后来因为喜欢葛洪那样的隐居生活 桃红锦辞去官职 到山中隐居去了 很多人都知道他红锦有才学 都想请他出来继续做官 但他都蜿蜒谢绝了 梁武帝曾派人去问洪锦 山中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不出山呢 洪锦先画了一幅画 又在画上 填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他提的诗是 山中何所有 令上多白云 只可自一月 不堪迟进君 这幅画上画了两头牛 一头散放水草之间 自有自在 另一头被金龙头锁度 被人用牛声牵着 用牛边驱赶着 获得自由 梁武帝看了诗和画 领会了他的用意 就再也不强迫他 出来做官了 不过 每当国家有急 凶争讨的大事时 梁武帝都派人 前去咨询洪锦的意见 或建议 当时的人都称洪锦 被山中宰相 由于王公贵气 频繁地去拜访洪锦 严重地干扰了洪锦的生活 但洪锦又不能拒绝他们 于是 他所幸在山中 建了一栋三层的楼房 洪锦住这栋楼的最上层 弟子们居住在中间那一层 来访的宾客 则住在最底的那一层 洪锦就这样关门读书 或者与世无争 神仙一般的隐居生活 陶洪锦适一出身 祖父及父亲都学习医术 洪锦自幼就喜爱学习医药 他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但他并不拘于书中的言论 每次都亲自走到大自然中 就寻找他需要研究的药物 并以实际的观察 来印证书中的内容 在医学分野 洪锦最大的贡献 就是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 分别正立场 神蒙本草经和明依别录 后来若把这两本书合而为一 再加上他药物学方面的心得体会 组成《本草经》几注 无书万卷 一世不知 深以为耻 这是洪锦在智学的过程中 养成的习惯 这其中还有个很生动的故事呢 一天洪锦读到诗经小碗的 明明游子 果罗复之 教会儿子 世古四肢几句时 心中很不以为然 诗经的旧主说 果罗有熊无词 果罗繁殖后代时 是由熊果罗把明明的幼虫 掀回自己的窝里 叫那幼虫变成自己的样子 成为自己后代 洪锦认为 诗经救助的说法是错误的 为了证明诗经救助说法是错误的 洪锦先去查书本 但书本说的跟诗经救助的一模一样 洪锦心想 这些书尽是你抄我 我抄你 查书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何不亲自到现场看个究竟呢 陶洪锦去找一窝果罗来观察 经过几天细心的观察 洪锦终于发现 那明明幼虫 并非用来变成果罗的 而是果罗闲来放在巢里 等自己产下的卵 浮出幼虫时 作为孩子们的食物用的 果罗不但有词的 而且有自己的后代 果罗闲迷幼虫 作子之仪 终于被陶洪锦用调查研究的办法 揭穿了 小朋友们 这就是读傻了 陶洪锦说的 读书万卷 一时不知 也有这个意思 只知道读书 却不能使用 更不懂得实践 这是读书人的耻辱啊 怎样才能不死读书呢 等陶洪锦学习就可以了 对书上的知识 要大胆的怀疑 只怀疑是不够的 还要通过实际行动 去证实自己的质疑 至于结果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在质疑中 提高的能力和学识 小朋友们 现在明白了吗 读书是好事 死读书就要觉得羞耻了